埔里镇爱兰桥显龄市下方的电子看板 因当初施工不慎 将钢梁固定在有80年历史的爱兰桥背上 造成地方居民以及文史工作者的反弹 日前在当地居民向政公所陈勤之后 埔里镇公所也决议在近期内 邀请地方居民以及相关文史学者召开协调会 政公所表示 对于这块电子看板的去留 也会听取地方居民的意见后 拆除或者保留让证明来决定 有关最近许多的相亲 有提出爱兰桥头电子看板 有破坏到历史文物古迹 有许多的声音需要建议说 公所来把它拆除 政长接获陈勤 之后也非常的重视这件事情 那政长也指示将会折旗召开宫廷会 邀集相关单位来倾听民意 那对这个电子看板来做出最妥善的处置 新一言月人创表示 葡里镇爱兰桥就名乌牛南桥 对于台湾近代史中也是具有历史的意义 因此也建议政公所能够回归专业 让地方文史工作者来做评估 并且让证明能够有表达意见的机会 由下而上将意见整合之后 再借由这些意见来做决策 爱兰桥的古定名叫乌牛南桥 由此可见我们就知道说 它是有非常深刻的历史的记忆 也是普里人的共同回遇 那么关于爱兰桥入口的意象的议题 小弟的看法是这样 我认为还是要回归到专业 由普里在地的文史工作者 来做一个参考意见的提供 然后第二个部分来让普里地区的人民百姓 来看有什么意见 由下而上来供给公部门做一个决策 副议长潘一泉表示 爱兰桥是普里镇的入口 也是普里镇民重要的记忆之一 非常具有历史的意义 因此对于爱兰桥附近的环境规划建设 公部门都应该要参考多方的意见 并且审慎来评估 将普里镇的门面 能够打造一个普里乡亲都能够认同的新风貌 记者陈伟一普里采访报道